楼主终于又活过来了 抓紧时间给大家报个料 刚刚吃了两个一线花 巨好笑的瓜 楼主朋友圈那人 最近在跟一个组 双女主A和B吧 一向不合 会在一起 当然是因为大大后 然后前阵子B的男朋友去探班了 阵仗非常麻烦 带了烧烤师傅 麻辣烫师傅 小炒师傅现场坐 还有个饮料车你感谢 然后今天啊 A的男朋友也来探班了 就悄悄地来 一个人开了两个很旧的月影 啥吃喝都没带 但是请容许楼主 用八万个感大号表示 他让大家手机信号满格了 前面说过啊 他们拍戏的地方很偏 信号很差 打电话都经常叫 更别说上网了 他带了一个什么设备的啊 楼主没太听懂 反正搞一搞 信号顿时好很多 据说他们整个剧组 都感动哭了 我先去拿个呢 去去去去 快快快 晶晶 晶晶 来呢 晶晶 晶晶 导演让我特意带点东西 给您的路上吃 谢谢导演 不过不用客气 晶晶帮我准备了 晶晶准备是晶晶准备的 这是我们剧组一点心意啊 拿着拿着 你拿着吧 别人他们家都是送吃送喝的 是我男朋友来的 都拿吃拿喝的 这传终建筑 你拿着吧就好 那我也太有面子了 拿着吧您就好 谢谢 那不客气了 谢谢 路上慢点啊 久的时候导演还塞了点东西 让他路上吃 二三三三三 这叫什么呀 知识就是力量 老陆你也太好解码了 乔晶晶 周晓琪 笑了三分钟 简直神展开 周晓琪岂不是气死了 乔晶晶男朋友 是航天局那个吗 真是人才 大果笑 人家探办送吃送喝 发送信号 代表自己表示 可以不吃麻烂烫 不吃烧烤 但是必须要有信号啊 咱先开车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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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我们再详细地聊一聊 升空测控的通信问题 你这下班的闹钟这么准时啊 我答应过嫂子要监督你 这两年绝对不让你加班 今天我和你一起下班 这加班小黄人跟我一块下班 不会是公主殿下到上海了吧 她的戏杀青了 看来不用独守空归了 有时间带着公主殿下来家里吃饭 你嫂子惦记着她呢 行 这次你也有空 我提醒你啊 殿下不喜欢这个称呼 你再这么叫她 她会发脾气 我又不怕她发脾气 冲我发脾气 好 你也别美 嫂子那边呢 她也会告状 我说你们两个都起岁呀 我说你这谈了恋爱以后 人模人样的 还是现在约着她喜欢吧 以后再说 你是不是打算先结了婚 然后再原形比我 你这可算是骗婚啊 严重了啊 我们家女明星 今年在上海的时间 降了起来 一个月零十天 谁骗谁啊 这事得论着一下吧 哈哈哈哈 我还要 我换个衣服陪你睡觉 昨天没睡好 我又换个好酒 看什么 看什么 好久没看你脱衣服了 不是说要补觉吗 工作这么忙怎么还有肌肉啊 十言十言要搬转啊 这次休息多久 你明天去上班我就走了呀 你明天去上班我就走了呀 你明天去上班的时候 你明天就这些不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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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还 我 林姐 是我 生活这么乱了 我 醒了 我给你留了晚饭 你怎么知道我想喝个粥 你不吃吗 我吃过了 鱼图是不是太冷静了 爱以往怪力 我明天要走的话 这时候不是应该不舍昼夜 或者准备不舍昼夜吗 难道生气了 不会吧 他又不是没放过我鸽子 不舍昼夜 难道是我太邋遢 永远美了 好 我刷好牙洗好脸了 你去吧 我在外面的卫生间洗过了 那你要直接睡了吗 那你要直接睡了吗 前阵子一直加班 今天早点睡 你也经常早点睡 调整一下生活中 我去海了 第一次教授 他在混音和全房间 宇多 你也会好想想你 你是他的联系 你好 妈 之前你休息的时候 林姐给你打电话了 我接她 你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 那个 你知道有情趣这个东西吗 再说我也没有骗你啊 我说我白天要走 我没说我晚上不回来 我今天实在是太匆忙了 我本来打算明天去露家嘴 拿一点东西 把家里布置一下 给你一个惊喜的 算了 懒得跟你讲道理 我错了 我真是想要给你一个惊喜的 我挺喜欢 别吐 我不惊喜 你到底休息多久 两个月 这次不变人了 我骗 我骗 今天回来 有没有发现家里有什么不同 没有啊 我一回来就睡觉了 我把家里的杂物间改造了 明天早上带你去看 嗯 我们现在就去看 上次你说要休假两个月 我想 你大概会陪我住在这里 可是我家晶晶那么爱漂亮 衣服和鞋子没掉放怎么办呢 所以你就帮我改了一抹剑 所以你就帮我改了一抹剑 控制面板在这儿 我就不该跟你乱开玩笑 谢谢你送我的礼物 这算什么礼物啊 这最多算 主钞 快点忍一下别睡 把坐机调整过来 把坐机调整过来 那你晚上又不让我好好睡觉 你说对 那你白天 还是好好补觉吧 我算是看透了 为了自己的快乐 牺牲我的生命中啊 就我自己的 你迟到了 快点 你老是为了我把家里改造了哦 你们要不要来参观 我男朋友为了我把家里改造了哦 你要不要来参观 正好给你送衣服 都说好了 我正好找你有事 滚 老娘八百吵戏 乔小姐 我还没走出小区呢 你是不是太黏人了 对呀 我立刻马上就想你了 你快回来 祖国的航警士也需要我 请乔小姐 再忍耐几个小时 那我能再忍耐十个小时 这么久 不过 我可能不太行 今天不加班了 算了吧 也就我回上海第一天你不加班 你别想骗我 我早都看透了 哎 你喜欢什么颜色啊 蓝色 绿色还是暖色调 衣服够了 而且绿色 是不是有点超凡脱俗 谁说要给你买衣服啊 再说我买衣服会问你的意见吗 你是不是想多了 你说对 因为你家的装修实在是太阴朗了 所以呀 我就在想 买一些抱枕啊 花瓶之类的点缀一下 你负责住厂 我负责装饰 你家 我家 你喜欢就行 抱枕家里应该有一套 现在应该是在客户 你找我家 嗯 那 等我下班 嗯 好的 等你 这回 我都当我门口了 你别自作作情啊 我就是想问你 哎 这么多的奖杯和奖状 你为什么都放在箱子里啊 还有好多都是你学生时代的 你都拿到上海来了 那些是我妈寄过来的 很久了 没表白出来 我一来客人了 被人看到 还以为是我们孩子的 嗯 你会不会想象力也太丰富了点 嗯 都想到 有孩子就更不能白了 要不孩子压力太大 你又知道了 哎 孩子难道就不能比你聪明吗 说不定还能超过你的 那我们加油 暂停一下你的联想 哎 我现在呢 随便挑一个你工作后的奖状 和我的这家你演员摆在一起聊 好 容金 好了 你去忙吧 我保证 我今天不会再打电话骚扰到你了 拜拜